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钱同行 我是主持人周小婷 最近台积电被当成了提款机 外资一边喊多 但是一边到货 现在金管会点名了九大外资 说要来查 我们今天请到乘客老师 昆哥你好 亚婷好 大家好 好 大家来问问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过去专家常说 台积电600块以下 币着已经买 但是一边买一边却往下跌 很多投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也被套住了 他的先进制程的技术 是全球领先的 可是呢 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招逢到国内外的一些 相关的资金的调整过程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外资 我先讲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时间点 就算是金管会去查 所谓的外资的 这样交易的部分的话 其实对于后续的台积电 依然会是一个辛苦的台积电 我们看到在年初的时候 来到这个688 当时大家还记得吗 又喊出破签的一个目标价 是 结果一路向下 是的 好 边喊多边卖它 是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所谓的外资 你必须要认清楚 它这个外资的 它的一个当初研究机构 它或者说它是一个交易的部门 因为其实如果就一个 正常的券商来说的话 确实有一些研究机构 和确实有一些 像经济部门 或是自营部门 那这些相关的部门 他们只要做到 就是有相关的规范 都合法合规 比方说像我如果去 那个券商开户 那我也可以变成外资啊 那可是外资出的报告的话 我不一定要认啊 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整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最近的台积电 因为招逢到全球资金的调整过程 所以外资的卖压叫做是必然的过程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台积电真的很棒 它的基本面真的很好 就像去年台积电 它应该有赚到23块 那今年的话 反而之间 他们的估算有大概接近29块的EPS 所以就整个趋势的角度来说的话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就所谓的短线上面的 国际资金在做调整的过程中的话 那有一些国际机构 他们背后是基金 背后是机构法人 所以他必须要因应的 他们的受益人去做卖出 所以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台积电在这个时间点 虽然大家就是外资在很多的 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它短线上面的整理过程 依然会是相对久一些些的 而且我也这样讲好了 因为其实就整个我们法规面的了解的话 顶多顶多最后会是一个 也重重台积 但是轻轻放下的过程 我相信台积电 它是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的 这时间点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个月的走向 包含了增加了21万人 和增加了9万8千人 总共增加了31万户的散户股东 因为买这种小零股的小张数的 通常都是散户为主 可是呢如果就大户来说的话 千张的大户 却是从1559户 变成只有1534户 整整少了25户 包含了像是机构主权的资金 甚至像是国外的一些机构法人 这个时间点都在去做一个 全球性的资金的调整过程 所以其实在操作股票来说的话 我必须要讲的比较坦白一点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点 谁筹码为重 谁就可以主导这个方向 所以既然外资站在卖潮 那这个时间点的台积电竟然是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分享给大家 也就是说呢台积电或者是半导体 或者是金元代工 趋势增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举例来说 联电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台积电去年赚23块 今年赚29块 那如果以联电来说的话 他也公布了他的去年的获利 4.7块 历史新高 然后呢 今年的话法兰圈估看大概5.7块 所以如果以这个时间点的联电 只有53块54块的股价来说的话 根本不到10倍的本益比 超便宜的 投资价值绝对有 但是很多人套在这里 所以我说联电的股东们 你也辛苦了 那因为其实如果看一下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的外资卖压 依然也是相对沉重的 那这是不得不的一个过程 真的很重 对 可是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说 那有没有因为台积电 或因为联电这个金元代工 今年产能满载 依然供不应求 依然 报价依然吃紧 有去做涨价的过程中 有没有受惠的股票 有很多 而且你几乎都可以看到 投信的影子在里面 因为投信很聪明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投信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研究团队 所以他可以找到一个产业的 对的产业 然后去找到对的产业里面 更有资金效率的操作的过程 所以比方说像是3035的资源 那资源 他是联电的IP细致产场 所以其实那个前一阵子 刚好资源他开了法说会 他也公布了他的去年的获利 其实跟你看 这个其实跟联电差不多 联电赚4块5 然后呢 那个资源赚4块6 那可是他讲的不一样的事情 他说他因为今年的营收的爆发性 是上看五成的 然后反而就想说哇 那你如果上看五成的话 你去年的EPS是4块6 那你今年的话可以看10块 然后呢 就带来他的这一波的涨势 飙上去 对 因为其实台积电在整理 联电在整理 结果他的受惠股 比方像是资源 就突然变成一档标股 因为他很轻 然后呢 我这边下面是放投信的 就是连续买 不断买 一直买 两样琴啊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也给投资朋友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可以看大型股的时候 你尽量看外资的操作 因为外资会影响到一档全资股 重量型的全资股的这种走势 那如果是以中小型个股的时候啊 你不妨多留意 投信的买卖潮的状况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档个股 那这档个股的话 是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的 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 我就说我常常把我自己赚钱的工具 拿来跟大家做分享 对 所以上次坤哥就讲了 要跟着投信来操作 对 那比方向是投信投本笔的这件事情 或者投信作帐的这个观念 就是在我们上次节目里面 分享给大家的 那我们那时候分享的是 那个3532的台胜科 所以举例来说 这个圈圈 就是在2月7号的时候 它跌破了季线 如果投资朋友你是看季线 就去停损的话 不好意思你停损在低点 然后呢 这个圈圈和这个圈圈的话 分别是俄乌的战争 跟国内的疫情 那时候Omicron的关系 它也被跌破了季线跟月线 所以如果你又因为 那个跌破了月线线 又去砍一次的话 那你三次都会砍在 它的波段的低点 可是如果你配合着 它的基本面去做看待 或者配合它的筹码面去做看待 这下面我放的是投信 它是一档中小型的个股 所以请你看投信 那投信的连续买超之下 也让它最近变成了标股 这是矽晶圆的台胜科 所以也是一样的观念 你买进台积电 买进连电很辛苦 可是你如果买进 它的受惠的族群 是趋势成长的族群 然后再配合着投信 或者像是一些 比较属于内资的法人 去做买超的中小型的 趋势成长股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时间点 会带来不一样的报酬 所以我们要帮大家 去点到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台积电 它在专注的是先进制程 所以在先进制程 或者像是这个半导体 现在一个比较发展趋势 比较越来越精细的过程之中的话 有一件事情是台积电 会有受惠 而且我们台厂有机会 得力的这个部分 是在特用化学的地方 满进台积电 物满进它的受惠股 那台积电这时间点 在发展先进制程的时候 特用化学变得更加的重要了 那特用化学 你听这个应该是比较模糊一些 或者你常会听到一些 奇怪怪的聚合物 什么化学式这种东西 不用特别担心 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 不会讲那么深的东西 我们来今天来讲一下 什么样叫做是特用化学 那通常都是指少量 然后高价 而且它具有特殊的功能性 那这是高附加价值的化学的材料 然后在欧美国家来说的话 欧美大厂的话 他们通常会用 每公斤的单价 超过两块钱以上的部分来说 就叫做特用化学 那也被称为叫做是精细化学品 所以比方说像是添加剂啦 或像是黏着剂啦 甚至像是一些填充的蜂蜜剂 蜜蜂剂这些相关的 都是叫特用化学 那比方说像是台积电 它可能需要把那个晶圆片去做粘接 或者像是说它需要去做一些化学的一个原料的回收 那这些都是属于特用化学的范畴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特用化学会这么样的重要 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台积电在发展先进制程 先进制程需要 需要用到特用化学的原料更加的纯 然后甚或是说这个时间点像是航钛啦 或像是电子产业啦 甚或像是一些机械的关键性的产业 都需要这种高纯度 然后而且是几乎都被垄断的 这种特用化学材料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我们台场会崛起 那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那第一个原因的话 是因为之前日本的311大地震 所以那个时间点他们的特化的材料 有一些断链的危机 这是其一 那第二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帮我们护国神山讲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 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台积电 因为其实台积电 它真的很照顾我们国内的产业 它在发展在地化的供应链 所以它会在当地找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 那或许这些相关的供应链之前不是 不是第一的 就是不是第一关供应链 可是它会那个拉拔他们 会扶植他们 会照顾他们 这时间点的话 会让他们先从第二供应链的方式 然后去慢慢去做切入 然后辅导他们 成长他们 然后原本是一些就是 可能原本做 传统化学的厂商 可是他会帮他去 那个指引他一些方向 让他对帮他转型 所以真的很棒台积电真的很厉害 所以如果你去算台积电的供应链的 售会厂商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的国内台厂至少超过50家 一坨拉固 真的一坨拉固啊 可是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今年的过程之中的话 真的很难那种 就是50家一起涨的现象 你会发现今年可能就涨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 因为今年的资金是有限的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刚好轮动到特用化学的部分 所以我们特别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特用化学的这一块 比方说这个是叫台特化 那台特化的话是中美金去做转投资的 最主要的锡群碗 它的特色是在于说 如果是在晶圆层积的半导体的薄膜过程 它会让这个细致度精密度更高 让这个效率越好 然后也因为先进制程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这种高纯度 高精细度的这个特用化学的材料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原本当初的台特化 也是那种濒临破产边缘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 中美金发现它了 台积电发现它了 甚至台积电特别还在2019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台积电 每年都有结束工艺商的标扬 那那时间点的话 他竟然还特别为了这家公司 去组成叫做是跨部门的专案小组 然后特别为了他去这样子一个 辅导的关键原料这种厂商 然后甚至说这个时间点 如果再回来看台特化的话 它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它不再是像过去那种原本濒临破产边缘 命运大翻转 确实是啊 那还好有台积电 还好有这些国际大厂 都需要这些相关的化学品 所以他这个时间点的话 也打入到Intel 甚至打入到德银 这种全球的大厂 那不过因为其实 那个台特化目前还没有上市 所以这个故事的话 应该前一阵子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那另外的话呢 最近也有一档突然变标普的 叫475的三幅化 那三幅化的话 因为他当时的一个 也几乎是叫做冰临破产边缘 然后呢结果他也是用就是 处理半导体的制成的废水 那他有一个关键的原料就是 4甲基氢氧化氨TMH 那这个其实也都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诶 诶字都会念 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一个材料的部分 或者像这些原料的部分 这个时间点是需要的 那他这个东西的话是 抢减的有机化合物 然后呢他是就是在 金源厂他们的显影剂 所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的原料 那他也是台积电先进制成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原料 那我也讲很坦白的 是因为其实台积电的供应链 或者是说这个时间点还蛮多 牵着台积电的概念股 就想要翻身成台积电的 那个这种这种小标股的 干倒边 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尽量是以 真的是有切入到供应链 真的有基本面 或者说真的是有可以看到 营收的公司来帮大家来做介绍 那所以我们只点名了六档的公司 那这六档的公司的话 分别是1711的永光 然后1717的藏心 其实这两档 大家应该算是 算是耳熟能想 因为这种这两档的话 已经是老牌的国内的化工厂了 那他们的真是酸入本业 然后他们真的是跨入到 新的台积电的先进制成里面去 所以这两档个股的话 会发现说 其实他们之前过去的获利 大概就是赚个 差不多接近0.8到2块钱左右 那今年的话 这个一二月份的年增率的话 大概在4%到8% 那其实对于 去年的高际期 然后今年能够持续成长 算是还不错的 然后呢 这两档个股的话 他们的股本分别是 54亿跟124亿 那其实这两档个股的话 都比较属于中型的公司 然后呢 他们在生产的部分的话 永光是生产光阻剂的 然后还有第三代的 整个碳化性的研磨原料 这块来说的话 是永光正在做的事情 那长新的话 大家会相信说 他这边的预估的本益比 还蛮低的哦 可是我这样讲 因为其实如果台积电的公司 他们是低本益比的公司来说的话 他可能就是比较稳一点 因为其实有时候 切入到台积电的供应链的时候 他会有那种被 被市场调高本益比的过程 或者是说他突然就变标股的过程 那长新他这样子稳稳的公司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档 具有投资价值 他可能殖利率还不错 可是呢 你要他一个高爆发性 高成长动能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难 因为你看他的股本 也有到一百多亿 当然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可是这时间点 如果法人要去做积极拉台 尤其是投信 就不会选这种股票去做切入 所以反而他其实比较稳 对他还蛮稳的 可是我这时间点 大家去留意到 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中小型个股 你看投信的话 你会发现有三档个股 突然在最近这段时间 变成了小标股 那这三档个股的话 分别叫做是1773的胜1 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4755的三幅化 还有4739的康普 那这三档股票的股本的话 分别是 这个超小的标股 20亿 10亿跟10亿 然后我们这边跟大家特别说明 其实这种个股来说的话 投信在拉台的那种力道的话 会是更加的轻 然后呢更加的就是 现行轻飘飘趋势成长高 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的口诀嘛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状况 看他速度有多快 是的 来好 那胜疫的部分的话 那他是台积电 因为算是还蛮老牌的概念股了 那他真的有受惠到 台积电的相关的先进制程的切入 所以让他今年 我们刚刚特别 我帮大家补充一下 他的第一二月的营收的 年增率有高达了35% 所以他真的有 他的营收的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 他的线形也这样子被拉上去 是谁拉的呢 来 这个也是一样给大家看一下 投信 而且投信的持股比例 只有0.13%左右而已 他持股账数大概200多张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想说 有啊投信做账 投信做账到月底 季底的时候再来做的话 其实太慢了 因为有一些个股是投信已经把 他的持股 基本持股买到差不多接近10%到20%左右 那这种个股的话 之前跟大家说过 不要去追这种个股 因为这种个股虽然叫做做账股 可是也有可能要互砍的过程之中 大家都在里面 大家都在里面啦 是啊 大家都有的时候 那是一个比较 呃就是会有助涨助跌的效果 可是我们反观可以找寻这种 叫做是哎 可能刚开始买的个股 好注意啰 哎对 这种个股的话 其实在投信的 那个指路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不要说投信报名牌 我说投信的指引方向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 因为投信他真的有 强而有力的研究团队 他真的有比我们更早 更细的相关的讯息 所以这样既然是他的电子级的溶剂 然后半导体所需成的相关 呃所需要的溶剂的话 切入到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的话 大家不妨留意到生意的部分 那三幅化的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他是做显影剂的回收 哦那因为这个时间点 真的是企业责任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积电专注自己的本业之外 他也照顾了我们国内台厂 更兼顾了企业责任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我讲的比较坦白一点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 呃投信也刚开始去做埋进 而且投信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 你也可以去做相关的留意哦 就是投信常常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突然去做一个点火的动作 嗯那这件事情的话 是当天在3月18号的时候哦 投信大买了1000张 然后也让当天的三幅化的股价 有点像是发动 然后呢没想到就这样子 过了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 嗯 所以投信在做的事情是 如果当他是连续不断的买超的话 尤其是原本低持股 然后开始去做买进的时候 你可以留意 然后另外一种动作的话是说 他去做到了叫做是 股价上攻的点火动作 嗯这两种投信 这两种投信的操作 都是你今年可以去特别琢磨的部分 尤其是这种趋势成长股 尤其是这种小股本的股票 在投信的买超之下的话 他们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走势 那第三档的康普的话 我们在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就是其实今年在看一个个股 一个产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看到他有扩产跟扩产 嗯或者是说你今年在看一档个股的时候啊 因为他去年必须是高级期的过程 所以今年的话你要去找寻说 今年依然有成长动能 甚至是叫做是双引擎的动能的 就是他除了自己的 就是他的自己的业务来说的话 必须要有那个像康普好了 康普他本来是做那个就是电动车 或者像是他是做电池材料的 所以他在电池材料 已经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成长动能了 因为车用今年依然趋势成长 然后呢他又切入他的电子级的硫酸 又切入到台积电的 先进制程的设备厂的供应链里面去 所以其实他今年的话就是充分的 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他具有双引擎 然后另外的话呢 他今年的新增的产能 会在今年开出来高达五成的产能 所以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前一阵子 在大盘在做下跌的时候 他不太跌 然后呢 前一阵子大盘在做下跌的时候 是谁在默默地去做买操的 依然是投信的角色 默默地也买满长的时间 对那可是如果你看一下 这边来说的话 他的持股比例只有2%多而已 也就表示说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只有少部分的投信有的状况 所以如果哪一天突然其他投信发现了 然后就会一起蜂蜂而知 一起去做这样拉抬 那搞不好会发生在下一个 下一季的做到行情之类的 不知道 但是投信每一次的买进的过程之中 从无到有 或者是说那个连续不断买操 甚至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 点火去做买操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其实今年 或者像是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些是隔日冲的券商 会去做进场 那真的是让投资人觉得很害怕 真的是很害怕的事情 所以 觉得很难捉摸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可以请投资者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现一些 就是当股价在 往上上涨的过程之中 有发现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筹码 比方像开启台北也好 我像是甚至像 直接点名 我直接点 帮投资者点名 来 像是美宁这种券商来说的话 他们都有隔日冲的这样的习惯 所以如果因为这些相关的个股 他们真的是趋势成长 真是投资买进 可是你有看到隔日冲券商去做进场的时候啊 你不要跟着一起去做操作 因为这些个股它既然是 那个年度的 我觉得年度的潜力股好了 那你不妨趁着行情再去做拉回 或者股价去做拉回的时候 它可以守稳均线啊 比方说像康普来说好了 每一次在拉回的季线附近 月线附近的时候 它都会带来比较相对安全的买点 甚或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如果有因为蹄材面的关系 错杀跌破了季线的时候 你不妨再用跌破季线之后再去做承接 总比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追高 然后变成是隔日冲到货的对象 都来的好一些 所以今天这几档特用化学场 很多呢其实都已经被点名了 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 真正几档是有漂亮的成绩单的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今天也谢谢坤哥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雨前同行 接下来两分钟的工商服务时间 请大家跟我看好看满 现在疫情其实让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不管你是在家里头有客人来 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好现在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呢 是我们的水神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这样子喷是蛮方便的 那如果说你是个人防疫啊 环境防疫整个环境整个空气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可能这个营业场所比较大 客人进行出出或者像是一些幼儿园啦 安清班啦餐饮店等等等等 好工厂学校银行等等 甚至教会公庙需要长时间 你都要保持一个消毒的状态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当然也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我们提供给大家推荐 给您看到这一台就是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那么这一台的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个饮水机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里 其实都不会太占空间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有四公升的水神 那么一瓶的电解液呢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让你能够应援客人员工好整个空气的需求 比买单瓶更方便同时也更加的实用 就有日本教授直接家里头就装了这一台的机器 当成日常的清洁液 不伤害环境而且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那所以呢水神帮助大家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客人保护商机 现在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 好一样赶快扫描我们的快点购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间来下单购买水神的生成机 我们加送价值5960元的水神雾化器 这在旁边可以看到这台雾化器 非常有质感 这个白色的一个设计 还有电解翼四屏数量有限 请大家要买要快 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 快上网搜寻快点购订购旺旺水神生存机 或拨打中天订购客服专线0800660608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 输入张亚婷推荐代码CTI999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哦 聪明消费快点购 请大家继续支持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